他叫Benny,今年二十歲 他一個人傾天水圍 不斷邀請途人拒絕冷漠 並且要跟途人來個擁抱 究竟是甚麼啟發他一個人去免費擁抱呢? 有法都是one man 我看了幾次,我很印象深 落雷三次 最有趣的是我也是香港人 我也是尷尬的 我不是大膽到... 有時候最親才是最難做的 但是這樣才最顯露一件事 最人性的一面 我希望其他人反省於自己 不是衝不出去抱這個人好呢? 我不需要 其實你抱家的人不需要 當有人問到為何我會選擇免費擁抱 而不是自由擁抱呢? 我會認為香港當用免費這個地方 即免費這個字的時候很諷刺 有一個女人在我身邊查過 她就說 Nothing is for free 然後我就這樣走開了 我大喊是 My hug is for free 我免費就不用錢了 我們要打破 香港人經常都覺得 用錢才能做到的事 香港人不是不懂得表達自己的東西 而是 忘記了 我可能做 free 有時候會有些人 說錯罵我 會說我傻 但是 那一刻 我會 坦白說 我又不知為何會不太生氣 因為我覺得 偏偏就是有這些人 我才會做 free 正等於 就是one man 為何到今次今天 每星期四 在Sickley都會做 free 但他還是堅持一個人 這個也是 那個理念 我會堅持一個理念 用什麼 Present 方法 可以做 免費的東西 這麼珍貴 我們都忽略了 所以 那些人才不珍惜 所以免費的擁抱 我就是要提醒他們 這件事才是最真正的 就是 擁抱是說 那種關係 這件事是 你給錢 我未必會跟你做 但是這件事才是 我們最珍貴最珍貴的 就是 在於這件事 而那些人就忘記了 所以我就 FREE HUTTON提醒他們 所以我不是說他們不懂 但是他們忘記了 不懂 那些人 ству 喔 感谢观看